我們今天呢第一個是我把就是早上投影片的東西移到一個HackMD的檔案上面 然後所以說之後時間走相關的東西應該就會集中在這邊 那還是一樣我們還是需要大家上去幫忙填寫這個時間走更多的時間走上面的資料 或者是幫忙把現存的一些資料翻成這樣文版這樣 然後今天的話我們有稍微討論了一下這個管理或治理的方法 那首先我們現在已經開了一個圈喔叫G0V Timeline 那使用者可以上去就是你如果看到有怪怪的資料或什麼的話你可以上去回報 那一般的管理者的話我們還沒有選出誰是一般管理者 但是到時候選出來之後就可以投票說他覺得這個確實是不應該要下加這樣 然後會有一些主要管理者他會有權限可以去 去這個網站上面真的把東西下架 下架 那大概會是像 假設我看到這個Ronnie他說他第一次參加G0V Timeline 我覺得這條訊息非常不OK 我想要把它下架 那你就可以點一下 然後你可以看到右下樓這邊有一個ID 那你就只要把這個ID複製然後貼到這個 我們的那個G0V的slake上面 那管理者就會知道說他是要用哪一條ID去下架東西這樣 那這邊差不多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後面還列了一些土土之後會 呃花時間慢慢把它做好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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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